Itu漏漏! Hello大家好我是Goodman Lo 43nerす Hello大家好我是Goodman的Karro Karro想今天的內容是啥呢? 我們今天要分享給大家 手沖咖啡擺拍的攪拌方式 跟攪拌的影響做什麼呢? table 되게 important 非常的重要 非常重要 那阿姬桑 為什麼我們今天要介紹攪拌的方式呢? 因為我想問問大家 大家在家裡泡咖啡的時候 有攪拌方式嗎? 有嗎? 對 我一定建議 前輩咖啡的話 一定攪拌方式 好的咖啡會出來 那這樣子阿姬桑 一定是很久之前就 認識了攪拌的方式 有有有 大概是2013年左右 我已經都有攪拌沒有攪拌的差別 我已經都了解了 然後到現在 Gutman的做法 都是有攪拌方式 那種全部我們都是用攪拌的方法 對 那這樣阿姬桑 我們要怎麼知道 就是攪拌的方式 影響的是什麼 要怎麼看出來呢? 今天的嗎? 對 那今天是當然味道的差別 味道 味道的差別 有攪拌跟沒有攪拌的味道的差別 還有我們一個TDSG 有一個四字的部分 也差別給大家看 用數字 TDSG是什麼呢? 有一個濃度 算濃度的機器 非常專業 對 專業的 因為如果味道的部分 只有味道的部分的話 大家感覺不夠的樣子 所以四字也正式的東西 所以四字也今天分享給大家 太好了 那我們非常期待 期待呢 那開始吧 開始 那阿姬桑 我們是 什麼樣 培度的豆子 我們都會攪拌嗎? 對 但是我上次的影片跟你們說 中北先輩是不需要攪拌 對 這個是一定麻煩你 請小心一點 因為太多摧出 中北先輩的 味道 對 味道太多了 對對對 所以攪拌的話 一定需要全培的咖啡豆 對對對 前輩的咖啡豆 OK 然後呢 什麼時候攪拌的事情呢? 什麼時候 啊 我們是一支豆攪拌嗎? 還是 等到最後 咖啡花結束的時候攪拌 OK 那 我的 我建議是 MENZEN 大家有MENZEN嗎? 第一 出水的時候 要等二十 大概二十秒左右 那時候馬上 攪拌 大概三秒左右 三秒 三秒 一定嗎? 一定三秒嗎? 不一定 大概就好 大概就好 但是三秒左右這樣 了解 最後 最後的攪拌 也需要嗎? 有一些人最後有攪拌 但是呢 我一直跟大家說 最後的一段是 真的小心一點 因為 雜味 如果太熱水跟咖啡肥 噴在一起的話 太多出來 雜味 苦味 對 所以如果有最後攪拌的話 怎麼辦呢? 嗯 太分在一起 噢 這樣子味道就可能不是 不是那麼好嗎? 對 乾淨度比較低一點 我覺得 所以我們在最前面的攪拌是 為了什麼呢? 為了 因為有甜感 還有當然乾淨度也有 還有脆除 脆除也是有增加的 為了攪拌 哦 會增加 對 增加 所以真的是 只有一開始 攪拌 我等一下給大家看 哦 了解 那我們攪拌的話 是 有需要 濾杯 會影響嗎? 有 所以今天 我有一個 這個準備 代表的 然後 KARITA 一直推薦這個 啊 因為如果我 用 湯匙的 攪拌 做法的話 一定需要 這個 你們看一下 那個下面 有很平的 是不是? 哦 平底的濾杯 對 所以攪拌的話 一定好 攪拌 了解 這樣都可以攪得到 對 攪得到 平均的 OK 那如果這樣圓形的話 下面 你看一下 下面越細 空間越少 對 所以如果 這樣濾杯 用湯匙的話 只有下面的部分 不能攪拌 這樣子是 不均勻嗎? 不均勻 對對對 所以 如果 只有在家裡 這樣 只有帶圓形 濾杯的話 我覺得 要前杯咖啡的話 這樣 一定 不用湯匙 一定這樣 攪一攪 喔 這樣子攪晃也可以嗎? 對 攪晃也可以這樣 這樣子比較平均 分在一起 這樣要攪晃多久呢? 這個也是大概 三秒左右 就夠了 免贈的時候 免贈的時候 了解 這樣 只想想問 只要是平底的濾杯 都可以用這個攪拌的方式嗎? 可以的 可以的 如果這個下面 有比較平一點的話 可以用湯匙攪拌 對 但是一定 前杯的咖啡喔 前杯是一定的 對對對 一定的 OK 那 接下來 用水 還有一點點咖啡粉 然後 攪拌方式跟沒有攪拌方式 有差別 因為用水比較看得清楚 這樣子 是可以讓我們看到 咖啡粉跟水的狀態嗎? 對對 狀態的 是怎麼樣子 給大家看 好啊 那我們就麻煩Azu-san OK 好 看咖啡粉的狀態喔 對 狀態 來吧 這樣沒有那麼多 OK 然後開始攪拌喔 這樣咖啡粉 都很均勻的 對 均勻的 對 如果攪拌 如果不對的話這樣 不對攪拌這樣 太多了 對啊 看起來好像咖啡很亂亂 亂亂 對對亂亂 這樣味道是不是 這樣子 就不一樣 不一樣 太多脆弱 太多脆弱 如果沒有攪拌的話 那個不足 脆弱不足嗎 脆弱不足 脆弱不足 對 所以剛剛的是 大概是這樣 看起來是穩定的 對 穩定的 對對對 主要 原來如此 那這樣萃取不足的話 味道會有什麼影響嗎 不足的話 我覺得還是有酸度太明顯 酸度的量的部分是太明顯 所以代表的味道是太酸 萃取不足是太酸 太酸的 那這樣子 如果亂亂的攪拌 那它的味道又會是什麼呢 因為太多呢 所以 前輩也是太多苦味 炸味 也一直出來 原來如此 對對對 不要的味道也一直出來 啊 嗯 那這樣子攪拌真的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接下來 正式的咖啡 正式的 正式的咖啡 泡咖啡 好 OK 好 那我們直接咖啡呢 直接進去 先 一個 大概是五十七十左右加入水 越快越好 到五十 來 這樣 然後馬上 這樣 你們看一下 這個沒有咖啡 沒有咖啡粉 帶粉 什麼 因為呢 如果有 最後這樣 如果有咖啡粉的話 比例 不一樣 對 就是因為 水的關係 對 水的關係 對 所以 一開始 一定 越快越好 加入水 到五十CC 多一點可以 哦 原來是如此 很快 快一點點 對 然後 攪拌方式也比方說 這樣 然後 到最下面 不用 不用這樣 不用太大力 為什麼 因為我怕 綠子破掉 對 還有 不用太這樣 如果在這邊進去 旁邊也進去 也有可能這樣 哦 就會跑出來 對 所以不要太大 煎的是輕鬆 輕輕的攪拌 輕輕的攪拌 但是 一定需要 水跟 水跟 咖啡粉 一定 平均分在一起 哦 這樣是比較好 味道 才比較正常 真的 真的 比較正常 甜度也比較不行 對 那 接下來 這次的攪拌 做法 沒有攪拌 做法 TDS四字眼 告訴大家 分享給大家 嗨 做法 extrêmement 做法 另一操 鏡子 啤子 對 interference 拿著 攪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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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